新華社的這個萬字稿的標題就是 習近平帶領百年大黨奉進新增程 那麼這個奉進新增程一定就是超過前面兩論 那個100年走過的歷史 現在進入一個新的增程 那麼現在的領袖一定是超越前面的這個領袖 從歷史決議當中 我覺得他這個決議除了鞏固習近平 他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攻擊 更為明年中共暗示大繼續連任總書記鋪平道路 並且確認他這個中共百年黨史的歷史定位 那麼這個已經我覺得不是官媒的炒作 還是會前定調 他就剛才小平你講的 這前兩任都是主要代表中央領導集體 代出中央領導集體這個概念 但是那個對習近平的定義是駕馭歷史潮流的核心人物 那麼這個核心人物跟領導集體 可能就無關為什麼 領導集體他是可以重建的 核心人物 習近平帶領百年黨黨奮進的新增程這樣一個核心人物 可能沒有第二個 那麼超越那個矛盾就不言而喻了 我會不會重建 替代表 從